我们之前介绍了JoreImage这个函数的三种调用方式 那么这页PBT总结了这三种不同的调用方式 这三种调用方式的总体的区别呢 在于后面所传入的对原图像或者是目标图像大小的定义有不同 我们也使用不同的例子说明了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候选择不同的调用方式 那么事实上context到JoreImage这个函数中 对于第一个参数Image不一定传入一个图形对象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传入另外一个Converse 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就使得我们可以先在一个Converse中绘制图形 之后将这个图形用JoreImage的方法再贴到另外的一个Converse上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功能呢 一个典型的应用就是给图像加水印 下面呢我们就实际的制作这样一个demo 我们这一小节的demo呢将接着上一小节的demo呢继续进行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Converse的一个特性 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这个是我们上一小节制作的可以自由缩放图像的程序 我们把它缩放到一定的程度 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对于这个Converse来说 我们可以将它以图片的方式存储下来 我们选择图片另存为存在一个位置 此时大家可以看到存出的这个图像就是我们缩放出的这个图像的大小 那么如果大家真的基于Converse制作了一个非常功能齐备的图片查看器 同时呢把它镶嵌在一个图片的资源网站上的话 那么就会存在一个所有的图片资源网站都有的问题 就是盗用图片的问题 此时加水印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 下面我们就在这个demo的基础上给下载的图片增加一个水印 聪明的同学一定会想到 我们完全可以让设计师专门的设计一个代表是水印的图像 那么通常对于一个水印的图像呢 应该是一个半透明的 同时把它也采用这种image等于new image的方式 加载进来在具体的绘制图片的时候 把水印这个图片加载到Converse画布上的合适的位置 这样当然没有问题 不过如果你不太擅长使用图像处理的软件 或者呢你的这个水印的图像经常会改动 那么采用程序来解决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此时我们就可以使用所谓的离屏Converse的技术 离屏Converse技术说白了就是使用第二个Converse 将第二个Converse中的内容加载到第一个Converse上 这里呢我们来具体的实现一下 首先我们在HTML的部分加入第二个Converse 那么我们的第二个Converse呢具体是这个样子的 我给它的一个ID管它叫做WatermarkConverse之后呢 相应的设置了它的一些CSS属性 我们先让这个Converse呢是可见的 这样我们在具体操纵这个Converse中的元素的时候呢 可以调试看到我们的具体绘制效果 那么加入了这段HTML之后相应的呢 我们也要获取这个WatermarkConverse所对应的Converse对象和Context的对象 那么在这里呢我设置了这样两个新的变量 一个叫做WatermarkConverse来获得这个Converse对象 另外一个呢叫做WatermarkContext来获得WatermarkConverse相对应的这个Context 在逻辑上面呢其实和之前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在名称上大家要注意搞清楚哪个是绘制水印的Converse 哪个是我们最终的呈现给用户的那个Converse 那么做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具体的设计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水印了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把相关的水印的绘制部分放在这里 写一个注水管它叫做SetupWatermarkConverse 那么具体这部分的代码呢就需要我们之前使用Converse进行图形绘制相关的这个接口了 如果不熟悉的同学呢仍然是可以在木科网上查找一下 我之前的两门介绍Converse的课程 在这里我的这个水印其实非常简单 它就是一行文字 那么为了渲染这行文字呢 首先我给WaterConverse的Vis和Height附上了一个合适的值 然后设置了它的Font字体属性 粗体的50个像素Rail这样的一个字体 之后我可以直接设置它的这个FillStyle 我使用RGBA的方式 在这里头注意通常水印呢不是实心的 会有一个透明度 在这里头这个透明度呢我给它设成了0.5 颜色呢是一个白色RGB三个通道都是255 之后设置它的TextBaseLine 我给它设成Middle 然后在2050这个位置 绘制这个是我真正的这个水印的字符串 那么呢是我的一个网站 前后呢用两个等号这样装饰一下 当然了这个水印大家可以设置的非常复杂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介绍过画五角星 也可以画月亮 也可以画其他的元素 大家要愿意的话可以绘制一个大白的脑袋 那么这个线条都非常简单 非常适合直接使用图形的方式把它绘制出来 我们只要相应的在这个Watermark Context上进行图形的绘制就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先看看此时我们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运行这个程序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之前呢我们没有变动 在下面呢就是我们设计的第二个Converse 我们把它设置成600乘以100这么一个大小 同时呢渲染上了这么一个水印的文字 下面我们就要通过代码真的把我们设计好的 还有这个水印的Converse上的内容给绘制到 我们要展现给用户的这个Converse上 那么具体的方法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在我们的绘制函数 JourImageByScale这个函数中 在我们真正的绘制完这个scale后的图像以后 再添加一行代码来绘制这个水印 那么具体这行代码呢 我是这样写的 调用Context的JourImage方法 此时第一个参数我们传的不再是一个Image 而是我们刚刚设计的Watermark Converse 那么这就是JourImage 也可以绘制一个Converse对象的这样一个用法 那么对于第二个参数呢 我传的呢是我绘制的这个图像的 左上角的坐标 那么我希望把这个水印呢 绘制在整个图像的右下角 为此呢我计算出来它相对的X方向的位移呢 就是整个图像Converse.vis减去这个水印图像Watermark Converse.vis Converse的Display改成是None 此时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水印就加载到了我们真正给用户看的这个Converse的右下角的位置 同时在我们缩放这个图像的过程中这个水印一直保持在这个位置 最重要的是此时这个水印已经融在了这个Converse上 如果我们下载这个图片的话 并存为打开 我们会发现这个水印也放在这里头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酷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小的demo就简单的介绍了 如何使用第二个Converse来给我们的图像加载一个水印 我们的第二个Converse用户并不可见 不在屏幕上 所以呢我们称之为礼品的Converse 那么使用第二个Converse作为辅助呢 也就称为礼品Converse技术 实际上这个技术还有更加神奇的应用 我们在下一小节再给大家介绍 大家加油